接著我們要來處理 Logo 遮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素材裡面 其實有兩張圖檔 兩張圖檔 一個是Logo 一個是遮罩 我把它在Photoshop打開 各位 你看我們這兩張 有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尺寸是一樣大 對不對 左邊的是我們的Logo 沒有什麼問題 那竟然就是有一個黃色的加上它的 Slogan的這個 Logo圖 文字 那右手邊呢是拿來當什麼 當遮罩用的 當遮罩用的 那我特別把它射成一樣大 因為待會我們進去會比較好處理 那你發現我把這邊變成黑色的為什麼 因為待會我這裡 有實心的 影像的部分會被挖空 會變怎麼樣 看到後面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我們 在Logo裡面是不是要看到後面的天空 亮的天空 所以我的遮罩呢 這邊就是有實心的 沒有東西的地方 他就沒有透明的效果 這樣OK 所以 我們的概念是這樣 那 現在呢 我就先把它叫到我們的AE裡面來囉 來你找到 進來有個footage 好你先把這個Logo叫進來 那因為我要把當一個整體性來看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不需要把它當composition 我只要把它全部合在一起 因為我沒有要獨立做裡面的 素材動畫 我就合在一起 就好了 OK 有沒有這樣進來 我先把它丟出來 這樣有一個 在這裡 那 各位 你丟進來之後呢 我建議大家你可以先 往後退一下 退到哪裡 退到後面這邊 為什麼 特別推到這邊 因為啊 待會我們要去看一下 遮罩有沒有效果啊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 待會我這裡要看到亮的雲吧 如果你 時間走在前面是屬於兩個都沒有變化的 怎麼看都是亮的雲 看不出來 所以 你把 素材丟進來 稍微時間走往後退一下 那我們 待會呢 還有那個遮罩要進來啊 我就 一樣的 再把遮罩 丟進來 OK 一樣就合起來就好 不需要composition 好那我們現在呢 一樣 把它丟到下面 你丟在LOGO上面丟在LOGO下面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先丟進來 好但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囉 請問這兩個位置有一樣嗎 沒有對不對 我怎麼樣把他們兩個做對齊 你可以用方向鍵慢慢調 但是這樣 有點辛苦 所以我們可以看你要以誰為主 如果我要以原本的LOGO為主 你看喔 我在這邊 LOGO 打開 這裡有沒有他的位置 有S軸跟Y軸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打到下面這裡 點他 因為這兩個目前數字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是不一樣 你可以用打的 但是有一個更快的方式 你就點到他 按下Ctrl加C Ctrl加C 我再點到他 Ctrl加V 你有沒有發現數字貼過來 有沒有跟上面一樣呢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是把你的位置 縮放 旋轉 透明度 這些屬性 就直接扣給別的組成 只要找到相對 你看有沒有兩個對起來剛剛好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所以來麻煩各位 你先把我們兩個LOGO加進來 把他位置對齊好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次要怎麼做喔 來各位 先注意一下 我們遮罩的部分 好這裡我收起來 這裡我先收起來 你先看看這邊 我們剛剛亮的雲眼睛沒有打開喔 所以我先把亮的雲眼睛打開 那你會發現我眼睛打開之後 本來我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有看到暗的雲 那我把亮的雲眼睛打開 有沒有感覺就沒有了 對不對 亮的雲全部 時間都是亮的 那現在呢 我就要來 讓 Logo的裡面 黃色的方法裡面 出現亮的雲就好 外面 不要 只有裡面要 那怎麼辦 你想看看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就是要把 這個 亮的雲 遮在Logo的裡面 對不對 來回頭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裡 我現在是用這個遮罩 希望把亮的雲在這裡出現就好了 超過這個範圍的我們都是雲都是暗的 這樣可以接受啊 所以呢 我們來這邊 利用 這一個 Logo 來遮住亮的雲 那麼 你們在Photoshop的時候啊我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一個 遮罩的效果 什麼遮罩效果呢 我來找一張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的雲 好拿一張進來 好拿進來的之後呢 我們如果 希望 用這個遮罩來遮住它 好我就丟這樣過來 我想要用這個遮住它 你們 會怎麼做 一般的做法 你可能會點到它 然後在這裡 把它變成 塗層 塗層之後 是不是用下面塗層在這邊 這個可以嗎 可以嗎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樣確實可以達到 好 但是 Photoshop有沒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達到 有 還有一種 那一種 比較像我們現在A要做的 我偷偷按一個按鍵 我偷偷按一個按鍵 這樣也知道我偷偷按哪一個 滑到 這個 兩個中間 你有沒有用過這個 但是這個要顛倒過來 這個要放上面 遮住人家的方向 這個要放上面 遮住人家的方向 對 你有沒有感覺 這樣一樣有遮罩 所以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請問這個功能在 Photoshop裡面叫做什麼 還是你們都 第一次看到這種表演 你們沒有老師教過你們有這一招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 還好你四年級了 再不看以後就很早機會看到了 其實這個功能叫做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剛剛按住Alt 其實呢 就是在我們圖層裡面有一個功能 往下走 叫做 看一下看一下 好像叫做剪裁這邊 這個 對 所以這樣你知道 平常你們都沒有用這個功能 你們平常都用的就是一般的叫塗層遮測片或向量遮測片 對不對 但是這個一樣 一樣的 他會把 我們下面這個 當作是他的遮罩 剛好顛倒 跟我們A顛倒 但是呢 工作的原理是一樣 也就是這裡有東西的地方 你看 是變透明 沒有東西的地方是反而變不透明 這樣了解了嗎 我們在AE裡面就是一樣的 效果 那怎麼找到它呢 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邊 你會發現 各位 我們找不到 跟我在講義上 所給各位看到的 這個面板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這個面板 可是我們 來把它抓一下 這裡 跟這裡 你發現 有這個面板嗎 好像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來這裡 做一個切換 這裡是可以按的喔 你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感覺 這樣跑出來 再按一下 那 這個部分呢 每個人的電腦 不一樣 因為如果你螢幕比較大一點的 其實開新的專案的時候 他這個 就是面板應該會全部秀出來 可是你的面板不夠大的時候 或者你之前就把它關掉 那可能就 不會 馬上就全部顯示出來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切換 今天你只要看到下面這裡 有出現的話 就表示它有面板是藏起來 這樣了解 如果你全部打開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沒有字的 OK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按一下切換 那切換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喔 現在我的排列方式就是 要遮住亮的雲的 放在它的上面 即就是上面是遮罩 遮住亮的雲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那我現在呢 就點到亮的雲喔 因為是要由它來找我們上面當作遮罩 由它來決定 由被遮住的那個圖層 來選擇 它的上一章當它的遮罩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屬性 一個是用阿法 一個是用什麼 烏馬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阿法就是我們剛剛的 這個遮罩 本身是不是就已經有透明度了 所以呢 我想要直接用它圖片本身透明度 我們就會用剛剛講的 阿法 那如果我這一張圖片是沒有透明度的 我也可以用 直接用它什麼 用它的明暗度 也就是它如果是白色的 就是有 黑色就是沒有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它有兩種 但因為我們本身已經 這一張圖片PSD就有 透明度我就直接用 有沒有這樣就成功了 來你看一下 那動時先走 在這裡 都是一般的拉到後面去有沒有前面就留著 亮的是不是留在這裡 因為你這個圖層你看我把暗的關掉 它真的只有這裡 這裡關掉 如果把上面關掉下面還有一層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 這裡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概念 你就不知道說第一個 我要從這裡切換 第二個 我要從下面去找到這一張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你記得把 Logo的遮罩 請你擺到 亮的雨的上面 記得喔亮的雨眼睛要打開喔 不然 你會發現奇怪 怎麼永遠都是 會暗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各位自己試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